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双色煎蛋卷 鸡蛋三颗 将蛋白与蛋黄分开于两个碗中 分别于蛋黄及蛋白中 加入四分之一小匙煎鱼粉 四分之一小匙盐 一小匙糖 二十星期水 用打蛋器分别将蛋黄及蛋白与调味料混合均匀 锅子涂上少许油 锅热后转小火 取一勺蛋白液 将锅子提把略为斜提 将蛋液由靠提把端倒入 蛋白预热很快熟 所以动作要快哦 用铲子慢慢将已经凝固的蛋皮卷起来 将卷好且定型的蛋皮推到锅子的底端 接着再倒入一勺蛋白液 重复上一次的动作 接着再倒入一勺蛋白液 锅子再涂上少许油 取一勺蛋白液 取一勺蛋白液倒入锅中 将煎好的蛋白卷略为提起 让蛋白液让蛋白液充满锅子 蛋白液凝固后用铲子将蛋皮卷起来 再倒入另一勺蛋白液 再倒入另一勺蛋白液 重复肩根卷的动作 再装一勺蛋白液 完成后一个双色煎蛋卷就做好了 使用材料会放在影片后方及书名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